爹 您怎么突然说这些话 您想啊 如果没有娘的话 怎么会有我啊 丫头啊 你真是个好孩子 真 这些年真是委屈你 虽说现在你在程家药铺站住脚了 但你还是个听人使完的丫头激烈文响 你就连喜欢镇定你都不敢说 你觉得你配不上他 爹 这本来就是啊 镇定 跟蔷薇合了八字 他们两个 才是天生的一对 既然蔷薇和任冬掉了包 那蔷薇现在用的八字应该是任冬的 也就是说 镇定和任冬才是天生的一对 丫头 爹用性命担保 要不了多久 你就能过上好日子 爹向你保证 到那个时候 爹让你和镇定 堂堂正正的谈婚论嫁 爹 您又喝多了 别说醉话了 时间不早了 我要去上学了 爹 这两天事有点多 不能点酒啊 牙不住了有点 行了 上学去吧 还有啊 爹 展大夫那儿没有和首屋了 您跟老板说一声 让他把和首屋送到谷家 行了 你不操心的 走 走 那我走了 你少喝点酒啊 知道了 走走走 我走了 走吧 少喝点酒啊 知道了 走 薔薇 以后别随便叫我 我只是想大声招呼 不用 我可不希望 让其他人都来嘲笑我 你不觉得你说的话 太恶毒了吗 镇 镇定哥 镇定 我想知道 忍东哪里让你丢脸啊 就是 就是因为他是看我爹的关系 走后门才进得中医大学 我亲眼所见 校长因为忍东救孕妇 所以才破例让他不靠 他根本就没有走后门 你 忍东 我们走 镇定哥 我求求你了 镇定哥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跟薔薇说话啊 我也不想这样对他说话 可是刚刚他对你说话的态度 不值得被人尊重 不管怎么样 我不希望你们俩 因为我发生冲突 可是他实在太欺负人了 等一下 这是给你带的饭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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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要 你能不要 没有 你不想要 约好三点呢 怎么何老板还不把货送过来呢 也太没有时间观念了 快点快点 我都等不及了 快点吧 怎么又是你啊 我找何老板吗 何老板不在 那金秘书呢 不知道 你快走吧 不 我跟你们老板已经签了协议了 今天必须要送货过来 你得让我进去 我告诉你啊 快走啊 我告诉你 你不让我进去 老板知道 炒你鱿鱼 你别再嚷嚷 你让我进去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大老远就听你大呼小叫的 你什么意思啊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何老板 不好意思啊 那天按照您吩咐的 我跟金秘书合约都已经签过了 金秘书答应我说 早上十点送货到我公司 您看都几点了 到现在还没送货来 怎么回事啊 什么 什么 什么谢秘书啊 您这是贵人多往事 上次在咖啡馆 不是咱们三人说好了这事 您还嘱咐我 跟他签合约的呢 我告诉你啊 那个人当天就离职了 我没让任何人跟你签什么合约 所以根本没有这回事 是吧 何老板 行 您不想跟我做生意 没关系 咱们都是熟人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但是 上次收了我的五百块钱的保证金 你得还给我 保证金 什么保证金 这是我全部的钱 什么保证金啊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过 没有这回事 所以也就根本没什么保证金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你明明拿了我五百块钱 干嘛 你收了钱不想还钱了是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混蛋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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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 干什么你 干什么 吓唬人是吧 我告诉你们 你们何老板今天骗了我五百块钱 如果他今天不把钱还给我 老子就跟他没完 让开 放开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 放开我 走了 南老板 你把钱还给我 你听他没有 放开 放开 你是后五小子 找我死 走 走 还我钱 还我钱 来 来 擦一擦 留这么多鞋 我说寒冲啊 你为什么要跟那帮门卫打起来呢 何老板 他为什么要骗我的钱 他为什么要骗我的钱 什么 何老板骗你的钱 这 所有的钱都被他骗光了 我所有的积蓄都被他骗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好了 好了啊 都伤成这样了 先别激动啊 你看看你伤成什么样了 韩冲 这商场险恶 你又初出茅庐 吃亏上当是难免的 只没想到何老板是这样的人 韩冲 一个人创业的确不容易 要不这样吧 你还是回来帮我吧 你怎么想去哪儿 那么有惩いや 就一个人能 thou 叫你吃や 是不是 我找你来帮你 你是我的 我都没有阿姨 他是你去救你 我帮你去救我 你去救我 他育局 你去救我 你要救我 你快要救我 既然你决定了 我也不为难你 但是你记住 咱们家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你要好好地考虑考虑 我希望能等到你的好消息 好 谢谢方叔 对了 您现在手头肯定不宽愿 来 来来来 不 这些钱先拿着应应急 不不不 这钱我不能收的 既然我已经不在您这儿做事了 我怎么能再收您的钱呢 我一定要靠我自己赚钱 韩冲 咱俩又不是外人 拿着 不 方叔 您听我的 我已经决定了 您也不要为难我了 好吧 不过你记着 我希望您好好想想 你相信方叔 咱们家的大门随时敞开 你随时过来找我 谢谢 谢谢您的好意 赶紧去医院看看 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了 不用担心我 您有事您先忙 我没事 来 自己拿着擦擦 那行 我先走了 好 你把这何寿窝啊送到谷家 交给谷大夫 好 记着 交给谷大夫 好 您放心 喂 洛杨 你怎么来了 舅舅 王叔叔 我是来找忍冬的 请问他在吗 忍冬上学去了 走了 好 你有事吗 这个是韩中公司的地址 听说他最近过得很不好 你可不可以请忍冬去看看他 行 我会多给忍冬说一声 好吧 谢谢王叔叔 来来 舅舅 我先走了 你先回去吧 程老板 那我赶紧给送去 你去 去吧 王先生 您有什么事吗 我给谷先生送合手屋 跟我进来吧 夫人 秋月 王先生 是吗 姑夫人 你好 我是来送合手屋的 谢谢你啊 还麻烦你专程跑一趟 应该的 应该的 秋月 老太太喝药时间到了 你先送进去 是 王先生 给 谷大夫他们 正等着要用这个合手屋呢 我想问一下 古老太太现在醒过来了吗 好 刚才展大夫和古大夫 正在给我娘做针灸 可是老太太还是昏迷不醒 他们两个人都有些束手无策了 现在正在书房研究如何诊治呢 对了 家里都有事情招呼不周 还请见人 别别别别别 赶紧忙赶紧忙 您去忙吧 那您随意坐一下 好 我把这合手屋 给他们送进去 您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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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再来 一个小小小的小链 你怎么能够称害人 什么事啊 我问你啊 这是谷老太太的房间吗 是啊 我能进去看看她吗 不行 谷大夫交代了 不让任何人打扰老太太 我怎么可能打扰老太太呢 我就是看看 你是不是要去厨房放碗啊 那正好 我替你看着老太太 你放心 我就看看 好吧 那我去去就来 好 我替你看着啊 老太太 老太太 您得快点醒啊 求您了 您得快点醒啊 您老是醒了就能替任东做主了 任东是谁您知道吗 任东才是你们顾家的孩子 任东才是你们顾家真正的孩子 你知道吗 任东才是你们顾家的孩子啊 真的 任东才是你们顾家的孩子 我恨不得马上就告诉他 他 但是 我 我 知道 任东是你们这孩子 我恨不得马上就告诉他 你 我 我 不能说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别的话 我别的心里难受啊 老太太 现在那牛蛋血困的 就您一个人了 老太太 您流眼泪了 老太太 您流眼泪了 您是提见我说话了吗 老太太 您是听见我说话了吗 老太太 王先生 我看你差不多了 赶紧走吧 不然的话 胡大夫知道了会责备我的 老太太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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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去找人来 找人 胡大夫 老太太 您醒了是吗 胡大夫 姐姐 妈妈去哪儿啊 小姐 老太太醒了 我认为这种结合是正确的 不是 我告诉你啊 她这个和这个结合在一起是相冲的 胡大夫 展大夫 老太太她 老太太 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您说话呀 老太太 您 娘 你醒了 娘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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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醒是醒啊 但是 气脉很弱 所以这身体一时外会儿 还不能动她 也不能说话 娘 你听到我说话了 娘 她的眼睛动了 她有反应了 是啊 奶奶已经醒过来了 那她会不会跟爹说我的身世啊 太好了 她终于醒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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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一直睁着眼睛 她或许是累了吧 咱们别再吵娘了 不管怎么说 老太太已经醒过来了 我相信只要我们加紧治疗 老太太很快就会痊愈 对了 秋月 老太太是怎样醒来的 好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我刚给老太太喂完药 准备把碗送去厨房的时候 我就碰到王先生了 他说他想看看老太太 我就同意了 结果我回来的时候 老太太眼睛就睁开了 王耀 你是不是跟老太太说过什么 我跟老太太聊了会儿天 聊什么 我跟老太太说 任东的身世我暂时不能跟他们说 我要先抓住房城确实的证据 才能让那个贼子认罪 所以我跟老太太说任东身世的事情 还不能跟他们说 王耀你说话呀 我 我跟老太太就是说了点家常话 别的什么都没说 说家常话应该有致命 那老太太醒来之前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 没有 没有 你是不是说什么话刺激到他了 没有 确定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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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什么都说不知道啊 行了 行了 你别在这儿了 熊悦 把他送出去吧 顺便把我那个元气茶端过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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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又没有 顾峰啊 老太太的脉象啊 虽然平稳了 可是 你也没陷阱 没陷阱 孟先生 我看你还是快走吧 不然我要挨骂了 行行行 好 我这就回去 这老太太身体一旦有什么好转 还麻烦你到药铺跟我说一声 行吗 行 我知道了 你赶快走吧 好 朕是老天保佑 老太太终于醒了 现在只要老太太身体恢复 那人动 就可以回到顾家了 怎么办 奶奶真的醒了 对了 他让我监视奶奶 那我赶紧去通知他 在他开口之前 我就把他给做过 不行 我不能让他知道奶奶醒了 不然的话 他一定不会放过奶奶的 女士 可是奶奶万一把我的身世 说出去了怎么办 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天哪 谁能告诉我我该这么做 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命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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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公司是自己一手创立的 而且阿淑连去老婆的钱都拿来借给我 我绝对不能就这样被寄到 就只剩了这几毛钱了 不管公司将来能不能撑下去 还是应该想办法先赚点钱 至少把阿淑借给我的本金先还了 靳老板 你好 你好 我是韩冲 你好 你好 我之前是在清源堂制咬公司工作的 不知道金老板的公司需不需要人帮忙跑业务啊 进来吧 谢谢 谢谢 喂 金老板啊 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啊 很冲 你别提了 他因为在公司做假账务被公司给开除了 是啊 都怪我遇人不输啊 我也非常痛心 这么 这么多年白栽培了 好了好了 金老板 有空到我这儿来 咱们好好喝一会啊 咱们好好喝一会啊 好嘞 好嘞 打电话 好嘞 韩冲啊 我建议你啊 不要衡她 要命 不是不想用你 可是房经理特别交代你 所以啊实在抱歉啊 汉处啊 一个人创业的确不容易 要不这样 你还是回来帮我吧 天地之大 竟然为我寒宠容身之处 这位大爷 请问你们还招人吗 招啊 那我行吗 招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阿顺 秋月 你怎么来了 展大夫让我做饼 我就多做了一份 给你的 谢谢你 这饼啊要趁热吃 难道就不好吃了 那咱们一块进去吃吧 不了不了 古大夫那边还有很多事情 要等着我去做呢 我是抽空烤出来的 我得先回去了 秋月 你可真辛苦 我跟你保证 等韩冲那边挣着钱 我一定让你想清福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我不拉了 对不起啊 那不是韩冲吗 韩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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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别走 站住 韩冲 站住 站住 韩冲 你别走 你不是说 你开公司挣大钱了吗 怎么会再拉车 对呀 我们投资的钱呢 阿顺 对不起 我被人骗了 你们的钱都血本无归了 怎么可能啊 你这么聪明能干 人卖又广 你怎么可能会被骗呢 我 我管理这一切都是房叔做的 但是我又没证据 便无法说出口 你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 阿顺 秋月 真的对不起 不过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赚钱 把你们的钱还给你们了 还我 你靠什么还 靠拉黄包车吗 你一天能占多少钱 我告诉你那是一百五十块 你知道我攒了多久 才攒到那笔钱 那是我要跟秋月结婚的钱呢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李 你真是太可恶了 你真是太可恶了 我那么相信你 却被你给耍了 阿顺 你听我说 我也是被别人耍了 不过你放心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的 我不要 不要 你现在就还我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逼我也没用 我现在没钱 你打死我我也还不了啊 你 住手 让开 你为什么要大喊中 他 他就是个骗子 混账 专门骗人家血汗钱不还 我今天非打死他 你要再敢打他 我就去报警 你 报警 阿顺 我们走吧 你没事吧 别管我 他们说的没错 我就是个骗子 我就是个混蛋 不值得你这么对我 我知道 你不想让我帮你 是怕我会受伤害 请你放心 我已经想清楚了 你先确实是我一厢情愿地喜欢你 以后我也不会再缠着你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的不是吗 你伤成这样 要不我带你去药库擦药吧 不用了 我的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 谢谢 谢谢 来 凡初 秋月 你别再哭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更努力地赚钱 尽快把你取回家的 我是心疼你 你省吃钱用的 好不容易才存了那么一点钱 现在全都被骗走了 我真的不应该相信韩冲 我现在落得这个下场 都是我自己太糊涂 我真的太没有用了 我没用 你干吗要作为自己啊 我相信你 为了我们的将来 以后 我陪你一起存钱 秋月 谢谢你 那我就先回国家了 你 我倒要看这种苦日子 你能忍耐多久 我就不相信 你会永远坚持下去 哼 娘的脉象怎么样了 娘的脉象正常 可是她现在还不能说话 你觉得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说不好 阿里来说脉象正常 应该醒来才是 这种情况以前我没有遇到过 说不上来 你们两个也别太着急了 娘既然已经醒来了 就说明你们的医治是有效果的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娘一定会恢复的 娘醒了 娘醒了 你给我去 去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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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怡她知道你婚离之后 就立刻赶到医院去看你照顾你 她真是个很好的媳妇 之前都是误会了 所以我就让她回来伺候你 娘 你们没看出来吗 老太妇眨眼了 就是同意让静怡留下来 娘 你同意了 娘 谢谢您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您 好好照顾这个家 再也不会惹您生气了 娘 娘 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薔薇她考上中医大学了 再过几年她毕业 就可以继承家业 执掌清元堂呢 薔薇 过来 跟奶奶说几句话 来 来 来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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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娘 你怎么了 娘 你是有个话要跟薔薇说吗 是啊 爹 我 我身体不舒服 我先回去休息了 你怎么了 需要我帮你看完吗 不用了 你们看着奶奶吧 娘 我说啊 你们别再跟老太太说话了 她刚醒来需要休息 这儿 就我和古风留下吧 你们两个 出去吧 还是我留下 你们出去休息吧 行了 行了 爸 我和古风留下来去诊治 你们留着干吗 出去吧 好 好 你们出去吧 好 老太太 老太太 您放宽心啊 有我和您儿子在这儿 我们一定会把您治好的 我来 别人了 这儿 她 也不 平安 我 尽 来吧 郑爹 王叔叔 这小伙子 越长越精神 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我 怎么了 我 王叔叔 是不是忍东 又以你跟蔷薇合过八字 为有疏远你了 这孩子年轻亲密想些什么 别往心里去 王叔叔 谢谢你 其实合八字的事 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 况且我也不喜欢蔷薇 只不过 忍东觉得跟我走得太近 会让蔷薇误会 所以才 行了 行了 不用说了 你对忍东的心意 我能看得出来 说明你心里边有忍东 走 跟我进去吧 走啊 你个大小伙子 走走走 走走走 进去 闺女 爹 您回来了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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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忍东 闺女啊 怎么回事啊 进门就是客 怎么不说话啊 他又不是客 不是客人 他也是老板啊 今天 今天不忙吧 忙啊 你没看到我在忙吗 这俩孩子怎么回事今天 这俩孩子怎么回事今天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行 那我就给你们说一件 让你们精神的事 我今天到谷家去送药 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 孤老太太醒了还怎么着 真的 是 那他现在 能下地走路了吗 什么时候变成个急性子了 那个昏了那么长时间 哪能一醒了就下来走路啊 但是放心啊 有古大夫和展大夫 这么好的一生枝啊 很快就能痊愈 太好了 我今天抽空去看看顾奶奶 你应该去看看 远东 这是路遥给你的字条 上面写着韩冲的地址 听说这小子一个人过得不怎么样 要不你们买点东西看看他去 针钉 远东 那咱们今天就去吧 我 你 作曲 李宗盛 说着梦想和纯洁的心 回到秋间的餐厅涌出回忆 就这么哭着离去多可惜 你说看清自己 我为了你再选择放弃 会遇到更好的人勇敢下去 自自自在我心里才觉悟 你离开后我才懂得你留下的温存 我不知道你继续管 留下的泪 多希望还能够轮回 你那紧紧锁住的眼泪 衬托我多卑微 你离开后我才懂得你留下的温存 我不知道你继续的 请你忘记我们逃近的远方 别再太认真的天真 我没有想念 我爱你 我可以对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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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ана